上面我们介绍我们松布护理精灵的一个安装以及操作 收到我们仪器之后呢 我们会有主机一台 检查主机 然后的话我们会有挂架以及我们挂架螺丝 我们这里是提前已经安装好了 到时候我们把四个螺丝安装上去就可以了 然后的话我们检查我们的配件 配件是否齐全 首先的话我们会有个松布检测 松布检测头 红外线松布检测 以及我们的一个大号跟小号的一个拔冠杯 还有三个小的一个西黑头的一个玻璃杯 还有一个我们这个仰角的一个推送器 还有一对我们的一个月牙激活器 还有大中小的一个康导杯 松布康导杯 还有一个我们这个 还有一个我们这个胶原培集器 以及我们的电源线一条 这两条白色的呢 就是我们的一个罩杯连接线 以及我们一出二的一个气管 还有一个一出一的气管 还有我们说明书一份 检查我们配件完整之后呢 要我们进行一气的安装 如果是发现配件不齐全的话 请一起联系我们工作人员 首先我们安装的时候呢 我们一定要记住要对准我们的心孔 看着我们的一个心孔是三个心的 我们对应的就是三个心的 这里有个凹槽的位置 凹槽对凹槽 插进去把我们的螺丝选紧 然后挂到我们挂板上面去 然后我们推送器的话是按到 按到我们这个地方来 对应插进去 这里有个大口大口对大口 插紧就行了 这个月牙激活器的话 我们是在我们的一个五心孔的 大家要看清楚 这里是有三个一样的 可以看到这个是五心 这两个是八心的 我们插到五心这个地方来 然后挂上我们的挂板 我们胶原培植器的话是五心的 然后我们插到上面来 然后也挂上去 挂好了之后呢 我们后面这个地方呢 这两条白色的线呢 是分别插到我们这个八心孔的这两个位置 插好了之后呢 我们要使用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连接线打开 连接我们的罩杯 打开之后我们线可以生长 我们是连接到我们罩杯这个地方来的 连接上去就OK了 然后我们要接我们气管的时候 他有两个接管 一个是一出二的 一出二的插到这里来 然后的话 另外那两边呢 插到我们这个罩杯分别一个 因为他我们做松部的时候呢 他就会一边做一个 所以的话我们要插两个插两个 如果是我们要做其他的 像我们这个拔罐杯以及我们歇一头的罩杯 我们可以用我们的一个单头的一个吸管 就是我们切换来用的 这两个管是切换来用 然后另外一边呢 连接我们的一个 这个拔罐杯就可以了 如果我们不使用这个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直接拔掉 连接我们的一个歇一头罩杯 也是用单管来操作 然后这一边呢 那我们介绍一下 这边呢就是我们的一个吸力大小的调节 调大调小 往左边调呢是小 往右边调是大 这一边呢是我们的一个过滤器 过滤器的话 我们定期三个月观察一次里面有没有脏的东西 如果有 我们就联系我们工作人员 教你怎么样去清洁 如果没有的话就不用管它 一切安装完成以后呢 那我们就插上我们的电源线 插到我们上面这个地方 插上以后呢 把我们电源开关打开 打开屏幕就已经亮了 上面我们讲解一下我们罩杯的一个操作 照杯的话我们连接上电源线以后呢 我们这个地方呢 就可以放弃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拔起来 按下去 这个地方按下去之后呢 我们就会松弃 这个是放弃阀来的 每个照杯都是一样 我们选择不同松布的时候呢 我们选择不一样的照杯 给它敲着就行了 按下去 感谢观看